南投县内目前约有8000位失智长者 为了跨区提供服务 草屯疗养院正式成立南投县失智共同招呼中心 并进行接派仪式 希望透过村里长以及医疗诊所等单位合作 整合资源确保每一位失智长者 能获得良好的医疗照顾 北投社区太鼓队精彩的演出 为南投县失智共同招呼中心的成立 增添了健康与活力 也希望经由跨区域整合资源 提供更完善的招呼服务 南投县本来是只有一个共招呼中心 但是我们南投县服务院这么辽阔 但是我们民众要去接受到服务 我们一定要把它管为部件 所以我们就把它决定争取三个共招呼中心 还有21个的聚点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第一个率先成立 就是我们南投区跟草屯区的一个共招呼中心的成立 配合长照2.0的政策 县政府向中央争取三个失智共同招呼中心 草屯療養院希望借由20年累积的经验 提升服务能量 我们初步起来南投县大概有8000位长者左右 那在我们这个区域大概就占了一半 大概有4000位 那事实上草屯療養院在对施政招呼我们已经准备很久了 我们培养的人才也很充裕 包括医师、护理跟职能治疗师、心理师跟社工师 所以在我们这个人力的这个充分准备之下 我们这边来成立这样的一个共招中心 等于是一个地方总部的味道 那我们会跟这个卫生局 还有跟这个各个医疗院所 还有各个私事据点充分的合作 接牌 哇非常恭喜南投县 实质症患者需要大家一起来关心 草屯療養院邀集县议员、村里长等地方士绅 参与接牌仪式 希望能够将资讯传播给需要协助的民众 共招中心它最主要的一个任务的部分 是在于我们对于潜在个案的一个发掘 的一个确诊的部分 那我们也期望呢 在我们整个大南投草屯跟民间中的地区 我们的草屯療養院的部分 能够肩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我们希望说 我们这个所有的我们的村长、里长 可以配合 来用我们的中国的这个社会 给国家和乐 我相信这个可以让我们的服务的层面 会更加广阔 以前的设计失智的时候 终于可以受到很好的照顾 草屯療養院表示 未来也会着手辅导社区失智照顾据点 培育照护人员 深入地方宣导 民众如有相关的问题 也可以透过专线电话 与失智共同照护中心联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